很多的可大可小的地方很多 所以要整合你們公司在負責這一塊 把整合性整合起來其實有它的難度 那德國蘭英都會藉由每一次的 有一些標準更新的訊息 update 給大家做看 那今天我們會講四個主題 第一個是 GreenMark 的介紹 那 GreenMark 的介紹會比較傾向你說 貴公司可能散落在各地的一些 負責 Green 的也好 或者說以現階段你們安規人員 可能有負責什麼 C Mark 裡頭 又包括像 RHS 也變成 C Mark 了 或 ERP 也變成 C Mark 了 那如何幫助業界知道一下怎麼樣做整合 那還有就是在北美部分的話 其實德國蘭英在 CTB US 也已經有一個成效 那最主要是我們會做一個比較表 那比較表當然要跟農頭老大比 就跟 UL 比 那讓你看一下就是跟 UL 比的 比較之下的一個差異性 那還有就是現階段大家比較想要知道 就是全球能耗 因為全球能耗這一塊我想 我相信在做的有負責這一塊都滿頭痛的 因為你的可能你是代工廠 你被買家常常問到說 我現在韓國的能耗要怎麼飆 我現在日本的能耗要怎麼飆 那實際上裡頭有一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買家可能丟給你一句話 可是實際上資訊面可能是在他們那裡 但是呢可以搭配的方式有 大家可能會提到 可能你可以搭配一個就是多國認證 然後去搭配去申請所有能耗部分 那待會我就會簡單的提到這四塊 好我先簡單介紹德國藍衣的Green Mark 其實Green Mark本身你可以看到 歐洲各地它有很多的標籤 舉個例子 德國有Blue Angel 南天使 或者說什麼Notice One 相關的很多的環保標籤 那業界都很不厭其煩 就是說怎樣把它整合在一起 尤其是現在美國給我們人員之心這樣的要求 那因為現階段業界蠻多的希望說認證業 可不可以整合一個比較完整的 那我可以提到說德國藍衣這個Green Mark 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產品端跟系統端都有兼顧到的 這個是跟其他的Green Mark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Green Mark本身有個好處就是 你申請了德國藍衣的Green Mark 你可以在 比方說你是你貴公司的RD跟PM 在推廣你的業務的時候 那可能你的客戶端 可能你在參展的時候 你客戶端對你的產品不需要那麼了解 那你就很怕說 他可能會去在乎你的品質問題 那假設你有申請德國藍衣的Green Mark 或相關的安貴產那個認證的話 你只要給他你的貴公司的MAS ID 那他上網看 他就可以看到 您貴公司的認證的證書跟報告在上面 所以可以增加你的那個 就是推廣的一個利益 那這個是不分24小時 而且是有9國裡面 就是比方說你的客戶是意大利或德國 那其實上面都有他該國家裡面 是比較好去找到 比較可以了解說 這個是通過認證的 那這個TUE的Mark就是有這個好處 那現階段我們包掛的範圍很廣 就是凡是帶電的 那因為我們這也是Discrate 比較屬於Monitor部分的 比方說平板電腦啊 TV這些的 甚至個人電腦這些都有曝光 那我簡單提一下 德國的Green Mark 我們的Green Mark是包括了一些 就是人耗 還有現階段化學 化學我想現階段有負責這一塊的 也是都有在注意 就是他除了RHS 他是列入Cmark之外 他還有一個Reach Reach就是高度關切物質 那高度關切物質 他隨時都在 都在update他的那個有害物質 所以這一塊呢 萊茵也都有幫忙留意到 那還有就是現階段蠻夯的 這個Curbon Footprinter 就是碳足跡或碳足跡的計算 我相信在座的應該廠都有在大陸 那這個是必備的 那還有就是那個綠色的包裝 綠色的包裝就是說 你的包材 比方說你的主體 以NOBOOK來看 你的主體的RHS 要通過六項有害物質 可是呢 可是你的包材就要通過四項 千格拱六加弱 加起來小於100ppm 類似這樣的要求 那還有recycling的design 這個部分呢 我可以提是裡頭比較有 他的應該是競爭力 提升競爭力的 因為現階段有個大廠 Bio就是聯想好了 他為了在廠去找到他的回收比率 比方說現階段都是要高環保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的塑膠材料 你要高回收 可是要低的化學含量在裡頭 所以這個是很有挑戰性的 在製造那個化學原料的廠商 是很有挑戰性的 那現階段有廠可以做到這個原料塑膠料 回收可以到65% 那這個部分呢 慢慢就會提高這個環保意思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的功能不能上市 可是你又是易回收的材料 那這個部分呢 是比較有挑戰性的部分 那其他的話是比較化學的 所以在QV的 GreenMark本身呢 是有涵蓋到你產品本身的化性 還有生命周期性的一個要求 那簡單提就是有包括這幾個部分 就是能耗、回收部分 回收其實之前你們應該有聽過 導致EEE嘛 導致EEE的要求 那這個部分跟recycling部分不一樣的是 他的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是有三個R reuse, Recycling, Calming Rate 三個R的回收 但是呢 現階段在 你們要是有 美國有一個EPIT 就是 美國EP他有經營銅牌這樣的要求嘛 那經營銅牌 他最主要的門檻就在於說 你們回收的材料的percentage要多少 所以這個部分是 現階段 我看應該是買家滿在意的 因為我們也常去接觸一些 像Dale HP有沒有 他們就都會問來 你們有沒有一些在機核上面 有沒有一些廠是符合這樣的要求 那有點希望我們介紹給他們 但是這種情況是滿常見 像人耗也是 比方說 人耗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時事的時候 我們去推廣 他就會問說 有沒有 有哪些泡廠 他也提 也已經做到第二階段的能耗了 所以這部分是買家都會注意的 那這個部分就有包括這麼多 那值得提的就是說 德國安英的REMARK 也包括一個CSR的一個conform 就是說社會企業責任 那社會企業責任裡頭 就包括說 你的碳足機的有沒有符合之類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mark 那現階段已經有些買家在使用了 那我再比較仔細的去購一下 它裡面的內容 在能耗部分 假設貴公司要申請德國安英的REMARK的話 你們已經有 這個產品已經有了能耗的測試報告 我們不會要求重複測 我們會用review的方式來去 確定你的產品是通過的 那不外乎是可以接受所謂的 美國能源資新 或者說是歐洲 或者說歐洲的ERP部分 這個部分都可以是被接受的 然後我剛才提到一點就是 在REMARK裡頭有提到一個WEEE 它是三個R回收比率 那這個也會涵蓋在裡頭 會幫貴公司看 那這部分有些業界會誤解就是 我這個是用組裝的概念 用組裝的概念去推算它的回收比率 其實不是的 它是用拆解的概念 它是用大模組的拆解的概念去做的 那因為德國安英本身以前有一個 就是環保署的一個合作的機會 所以有很強的比較一個know how 就知道說分析這三個R的數據怎麼出來的 那這個都會幫科務去做分析的 那在REMARK部分包括化學的測試 化學測試是現在歐美地方都蠻重視的一些 測試的法規 像比如說RHS或其他的什麼 無魯證明或者說REACH高風險的 或者說你的know book的電磁 因為know book的電磁的前格拱的含量的限制 是跟RHS跟包材是不一樣的 測試方法也不同 所以這個部分呢是就是化學的檢測 那再來就是碳足跡的部分 碳足跡的部分 申請TV的Greenmark 我們只要做到碳足跡的計算 那碳足跡的計算 一計算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轉換成各個國家的碳標籤 碳標籤像日本韓國啦 他們碳標籤都不一樣 那以現階段的碳足跡的標籤 可以提到有兩種不同的一個logo的款式 一個是有標示他的碳的那個幾克 那有一些是沒有的 像台灣的話就直接是一個標示出來 他們也標示出幾克 那像韓國他就會 你不能有100克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會看每個國家 他碳足跡的標籤的要求 那我剛才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Recycle Material這一塊 這一塊你可以看到 要是你們有去接觸什麼TCO啦 或Blue Angel之類的 他們都有提到說 他的回收比率要小於幾% 65% 那現階段我敢講 在負責那個業界 比較有名的買家 他們去看代工廠 是真正有沒有用心做到環保這一塊的時候 他已經很深入的去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他覺得說 你的產品的屬性功能要好 可是你採購的材料 或是高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他就會下單人比較多 那我們現階段在大陸的 廣州有一家塑膠料廠 他都做得非常好 他可以做到50% 所以下單的人真的很多 那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一般呢 回收的情況越好 他的低污染情況越糟 就是說他的RHS含量可能會釋出更多 所以他的技術門檻就會更高 那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很多的歐盟的一個logo 他就會要求這個部分呢 一定要強化他的percentage 再降低這樣子 那我們也做一個表格給大家參考 就是在TV的德國來的REMARK 他所涵蓋的內容 跟EU for Our Blue Angel 或Notice What 他的內容的差異性 那這部分呢 其實很多的買家 他為了可能當地的標案 他可能要求你做Brainage 或怎麼樣 那實際上現階段 有些客戶已經可以接受說 藍衣比較完整 而且藍衣比較完整 有一點是更好用 就是說更控制成本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可以接受你現有的報告 去幫你做review的功能 不用說重複做測試 這個差異點在這邊 所以呢 你當你拿到相關的報告 比方說在座也有agent 你們有的報告 你也可以給藍衣做review 然後呢 你的客戶端 就可以拿到德國來的REMARK 那這個部分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工 然後也得到客戶的認同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是 跟大家做的一個比較表 那比較表甚至比較到 像UR的 因為現階段UR有推這個REMARK 或者說一起 好像應該可以有的樣子 那其實涵蓋性 藍衣是最廣的理由 是因為藍衣的lab 應該是 accredi的lab是最多的 然後呢 實際上在歐盟地方的訊息也蠻快的 那現階段我們的流程 我簡單跟大家提一下 其實它的流程呢 是很簡單 就是當你要去申請這個REMARK 的產品的時候 你把樣品記拿給我們 我們會去check 就是你缺了哪些東西 然後呢 我們會確定一下 就是說 需不需要來做測試 或者說用review的方式 然後再來呢 就是 我們也會去看 假設您是 我們配合的partner 就是agent的話 我們基本上會去看 你有沒有ISO17025通過 那要是有通過的話 我們就會直接接受你的報告 然後也不需要重複測試 來去整合 那這部分呢 實際上我們會在 TIWii.com 就是DIWii.com的一個Must ID 就會展現出你的報告 跟認證的證書在上頭 好 那 那